好久不见柯文哲再次穿着黄珊珊现身北茧 他这一回双唇紧闭面色凝重而且还没戴眼镜 这是对犯罪事证不敢回想不敢多看吗 毕竟他上一回可是闹脾气拒绝出庭 时隔15天柯文哲第五度被借题 就怕小草集结外头架起了巨马 而他这一回也派出王牌律师团出庭应战 从未被告却耍脾气给检察官看 但是为什么不出庭 伟恩律师肖一红被问到这一句 也抿一下嘴唇 这回简编双方再次交手 检察官要问的问题真的好多 除了金华城弊案还有政治现金 有哪一些是假捐款真行贿 包含周刊爆料的小省省庆金1500 博弈教父陈寅住300 基隆市长谢国良200是收贿罪还是土利罪 主席先前率见收有说为什么上次不愿出庭 尤其金华城案再押被告 看看他们的积压期限 印小为10月28号 省庆金无顺民10月29号 彭震生跟柯文哲是同一天11月5号 还有白手套朱雅虎跟柯文哲的大帐房李文宗 是11月28号 法界推断亲民在押被告延长积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假设检方部分起诉 这等于弹出手上的王牌 对于之后开庭的攻防相对不利 柯文哲这一回要认罪 还是继续说自己不知情 检察官做好准备 全面回击 东森新闻赵一姐林尚玉林红棋盘秉章 台北报道